大家好,欢迎回来继续学习Linux多线程程度设计 这一小节我们讲到了线程控制的第四个知识点 向线程去发送信号 首先来看一下它的函数 是用P1的高kill函数去发送信号 那么这个函数名字起得很奇怪 而后面用的kill杀一看是因为去杀死 其实它是发送信号 关于信号大家应该还记得 我们在学习进程的时候已经介绍到了信号的处理 当时我们用signal函数去发送信号 而且大部分信号默认的操作是终止进程的运行 所以在那里边我们用到了sign action函数去抓住信号 并且给它设计一个处理函数 那么这个P1的高kill 它是像一个指定线程去发送一个信号 第一个阐属就是线程的ID 第二个阐属就是你要发送的信号 如果你在线程代码内不做任何处理 这个信号按照默认的行为会影响到整个进程 也就是说如果你给线程发送一个退出信号 但是线程没有对这个信号做任何处理 那么整个进程都退出了 所以这一点需要引起注意 一定要给这个信号做一个合适的处理 当然处理是用signal函数的 与进程的处理方式是一样的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它这个信号 在有个特殊的地方 如果这个信号的阐属它不是零的话 当然你要清楚它是要干什么 为它是这个处理函数 否则呢整个进程都会被你消灭掉 如果这个信号是零 那么它是一个保留信号 并没有发生任何信号 它有它的作用 那么关于这个作用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手册 我来曼一下它的手册 曼P算的高Q 在这里吧 我们先看到 它有包含一同一件 signal函数的一次 然后呢 需要链接线程库 最后再往下呢 这句话 如果这个信号是零 它并没有发生任何信号 但是如果出错了 错误码这样会被设置的 它可以用来去检查 这个线程ID是否存在的 我们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它返回之类 成功当然是零了 在线程操作内呢 基本说的函数成功都是零 失败是个错误码 那么这个错误码 第一个 ESRCH 它的意思 并没有一个指令ID存在的 我第二个参数呢 它是发生的信号失误了 接下来我们来 先发出一个零信号 看一下 这个返回值 到底是什么意思 给它起一个名字 算的q1.c吧 当然第一步呢 是包含同意件 include apu1.h 这个文件 大家应该很熟悉的 我每次都是用这个文件 里边包含了所有的同意件 然后我现成的启动力程 在这个新线程中 我就打印一句话就行了 证明它存在着 证明它存在着 我是新线程 然后呢 紧接着就返回吧 因为我要写的这个简单的历程嘛 非常小 所以我之前没有做这个框架的设计 直接写就行了 我想大家学习到这里 对于一个小的程序呢 不需要去过度的了解它的框架 一下子就看出来了 组函数呢 首先要创造一个新的现成 用p-kill quite 第一个参数 是新现成的id 第二个参数 和默认的属性 接下来的参数是启动力程 第四个传参 同 同样呢 我们需要做一下判断 如果创造失败了 那就没有意义了 这就退出了 在这里边打一个提示一句 p-kill 然后直接入签了 如果成功了 我们应该干什么 我们先让新现成去运行吧 sleep一下 先现成运行 这个时候呢 新现成 因为组现成收眠力表嘛 那么新现成肯定会马上运行完毕的 运行完毕 我再上它发出信号 p-kill 高kill 第一个参数是指定一个信号ID 第二个参数 是信号 我来发送一个零信号 测试一下它的功能 当然这个时候呢 因为新现成已经结束了 所以你再发送信号的话 它是不会存在的 那我们来看着一下它的筹码 我们看一下手册 再打开一个窗口 它的返回值 这个escrh 那么这个返回值代表现成ID不存在的 所以我在这里做一下夸刷 如果s等于srh 那么就证明线现成的存在 swebpid is not found ok写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错 大体的扫一下 应该没什么问题 那么这个程序也很明显 这句话是会打印出来 因为我在这里休眠了一秒 那么新现成会马上运行完毕 然后它的ID就不存在了 这时候你再发送一个零信号 它当然会返回这个值 我们来执行一下 先定义 然后执行 我刷下屏 先执行一下 看到这个新现成执行了 然后最后打印一句话 是LTID not found 说明它的抽码是这个 那么这个 它的返回值这个功能 我们就使用到了 如果发送一个零信号 是这种返回值的话 它就证明了 现成是不存在的 接下来我们来修改一下这个函数 我先不让它睡眠 把这句话去掉 然后呢 新的现成 我先让它睡眠 一秒钟 这个时候呢 新现成肯定是不会先直行的 因为它在睡眠一秒钟 我提前向它发送一个信号 那么我不能发送零了 这回我要发送一个11个信号 那个退出信号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我没有做任何处理 我没有去用CN小函数 去处理这个信号 那么它就会采取一个默认的操作 是终止这个进程的运行 我们来试一下 我在这里用新组现成用的Veter 那么新的现成 可能没有机会执行 所以我在这里面用一个转函数 执帅转 等待新现成的运行 一个参数的tid 第二个参数呢 是一个 保存它的返回值的 好了呢 我需要在上面定义一个阶料 那么这个样子 当它创造完以后呢 即使新现成先用行了 也是休眠 它又回到了组现成 这样组现成呢 就有机会去给它发送一个信号 紧接着呢 发送完信号 组现成用转函数 去等待新现成呢 继续运行完毕 那么新现成就会收到这个信号 但是没有做任何处理 我们应该会看到 这个这句话是打印不出来的 因为这个信号一定要发过来 整个进程都结束了 所以它的这句话也打印不出来 那么在后面 我再加上一句话 Train for 如果进程结束了 那么后面自己跟着 我当然也是打印不出来的 或者是minxwet OK 然后现在这个函数呢 应该就基本上写完了 我们来执行一下 看看是不是运行的效果 刷下平板 大家看到了什么也没有打印出来 我再执行一下 照样什么也没有打印出来 那么它的根本原因呢 就是我没有做任何对这个信号的处理 新现成呢 虽然接收到的信号 但是采取了默认操作 那么就终止了整个的进程 所以呢 新现成的话没打出来 主现成的话 他们也没有打印出来 再来